台北股市近期虽然偏弱 我们还是主张说 其实它就是一个震荡的结构 好 那今天终于开始出现反弹 那这个强弹上去 到底是西智二波的一个反弹 要找空点 还是说一般所谓的一个Q4的忘记行情 要全力找埋点 这个输赢是一瞬间 好 特别这是大输赢 输赢一瞬间 那这怎么观察 精彩的内容都在今天节目当中 你务必要收看哦 请勿赚首创计划波浪 更胜波浪 喜欢我的观众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并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或直接加入我的Live粉丝团 小老鼠V168 V168 胜利一路发 大家好 我是黄培硕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大谈今天终于谈了300多点了 那之前比较弱势 其实在弱势的过程 我们也跟你主张 应该那只是一个弱势 偏弱的一个震荡结构 那当然这个卖动 从23699下来 有没有机会说 开始拉回修 这个一个初跌段已经形成 那现在进入一个 所谓的西之二波的反弹 你如果初跌段形成 当然就西之一嘛 对不对 西之一之前这个地方没有形成 之前这一段没有成功 它弹回来几乎100% 所以这个不能说推动开始 还在增荡整理 那当然这一次有没有机会 这里开始一个初跌段下来 那如果西之一的话 那你转西之二 可能会弹得比较高 然后再来才会西之三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往下修正的一个结构 那如果没有成型 那这个地方又持续震荡震荡震荡 当然也不排除 因为其实这个地方 我们一直还是主张 说这个地方如果说 没有一个西波开始起跌下来 那你一般所谓的 说有一个什么Q4的一个 旺季行情 我觉得是比较有难度 因为这个盘最好的情况 就是还能撑在这个地方 再持续震荡而已 因为整体的结构 这大盘整体的结构 我们还是一直主张 这个卖动 从建高点24416下来 19662完之后 大一波结束之后 这整个结构 我们都主张 它只是一个反弹的 大一波的结构 这样的结构 目前我是看不到说 它是有势一个推升的脉动 这个是重点 整个整体的架构 如果说它仅是一个反弹的结构的话 当然就是一个逼迫反弹 什么时候停而已 对不对 当然在逼迫反弹结束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在高档 有时候整理震荡 时间会拉很长很久 也就是说 譬如上次有机会 一个西波开始起跌 它要上去 因为美股一个大涨 总统大选完又有一个力多 又攻上去 美国大涨完之后 台股跟着拉上去 可是其实在11月8号 那个拉上去 最高23699 是可惜的 因为你那么大的一个力多 美股涨翻天 还创新高 一路还创高 台股竟然涨不动 没有过高 2373也没有过 然后又押回来 然后又来到左右一个低点 已经又来到 押回来1200多点 然后今天开始又出现反弹 当然短线明显就是一个反弹 没有问题 现在是重点是说 这个反弹上去 是不是一个西之二 然后你重点是要来找空定 如果是的话 那个就是最后的转折 那个应对进退 就是最重要的转折 另外当然很多人提到说 Q4忘记行情 其实Q4第四季 已经过了超过一半了 今天11月19号了 对不对 今天11月19号了 有没有 其实过超过一半 那怎么解读 这个地方 我说大盘的部分 如果你要去关心到一个重点 当然这个希望下来 西之二反弹 当然大概就一转二 到哪个地方 我也都讲了恩变了 我都讲了恩变 那个地方就是观察重点 那个地方就是观察重点 那你看 像前一阵子盘式偏弱 我们也没有全面在做空 我们还是精挑细选的一些多单 尽量在做多 可是我说 到了这个西之二一反弹上来 当然我们会看一些 西伟坡的脉动 如果我比较确认说 哇它是仅止于西之二反弹 待会那个西之三一下来 我们应该就会全面 来布局空弹 我说布局空弹其实不用急 你看昨夜一直很多重挫的 今天又整个就强弹了 有的很多的跌升都涨停板 今天一大堆 可是那些涨停板 大部分其实是没有用的 大部分其实是没有用的 都是跌很深反弹的 你现在要选股不是选那种 你选那一种 今天涨停 那有时候搞不好赔很多钱 因为前面已经跌了一大段下来 对不对 已经跌了一大段下来 有没有 好我举个例子 你说像2465的 立台间有没有涨停 很强啊 亮灯涨停 可是你仔细看看你操作它的话 这几个月来是赔大钱 是赔大钱 你自己看 这个地方 六七 今天涨停 在这里 差不多在这里 你看这个地方 有没有 我说这种股票 之前这个地方有人问 我说这种股票 真的我不太喜欢评论 这种如果不一直 把它修正到一个 很低很低的地方 真的是也很奇怪 我们讲坦白话 也很奇怪 那是你看 这个地方已经从一百七 剩下七 前一阵子的低点是六十七 超过腰斩的啦 一百七剩六十七 把那一百块都拿掉了 把那一百块都拿掉了 前阵子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这个地方有没有 八月底这个地方 我用黄色比较明显 八月底这个地方 有没有 八月下旬这个地方 那个黑悟空 黑悟空大麦 板卡又要来了 有没有 那时候非凡连线就 一直都在讲这个板卡 我们一直坚持 那个就是仅止于反弹 仅止于反弹 你不要去追 一追上去可能又套在短线高 果不其然 这个地方你看 这个地方就是多少 这个大概一百一耶 一百一耶 那也是剩下六十几块 也是很不得了 这两个半月来 也是这样很不得了 有没有 赔产的这个东西 这地方就黑悟空 有没有 那在之前 之前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我说现阶段台股出现 有存在的很多 类似这样的股票 那个是真的是 腰到几点的腰股 那有的净值都不到 八九块钱 十块不到 股价都还在两三百块 像什么话 重点它有没有前瞻性 它一点都没有前瞻性 有没有赚钱 一点都没有赚钱 营运动能 几年下来也没有成长 完全没有成长 不晓得 就承载那种高价位 两百多块一张二十几万 我说那一张一万块 我都不敢买 我讲坦白话 一张一万块我都不敢买 一张一万块就十块钱 我都不敢买 你懂我意思吗 类似台北股市 现阶段存在的 很多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那个有时候 一发生事情 一个就怎么样 就无量的一停了 哇那个你跑 怎么跑都跑不掉 怎么跑都跑不掉 你现阶段要稍微稳扎稳打 好不要太去贪婪那种 很奇怪的一些个股 短线转强 哇长线是长套 长线长套 那大盘在这个地方 你看像立台肩涨停板 那你是要买这种股票 还是说像我们9105 这种泰晶宝 你近期这段期间 你看这是 今天还在创高 7.88 有没有 你是要操作这种股票 还是要操作那种肩涨停板的 你看那3354的绿胜 今天有没有涨停板 有啊可是那已经跌了一大端 这个这个月来已经跌翻了 那今天涨停板 今天涨停板 你会高兴吗 不会嘛 对不对 还是说你像我们这个358的一个 省准 你看今天又来193了 你要做这种股票 特别你要做这种股票 要做这种股票 对不对 类似这样的结构 特别类似这样的结构 有没有 来自强KY 今天也大涨 推生卖动的 推生卖动的个股 懂我意思吗 那到后面的营运动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回到大盘的部分 我们现在讲大盘的部分 今天就是这个地方 比较关键就是说 他现在上去 到底这个一上去呢 是息之二 还是说 整个旺季要开始了 要全力做多 找空点找埋点 当然现阶段 还不是那个临界价区 还没有到那个临界价区 过几天 都不过几天 就会到那个临界价区 那个就是输赢一瞬间 不要开玩笑 输赢一瞬间 做错动作 接下来可能会比较辛苦 好那当然这个上去的话 我说呢 比较好的大盘 可能又持续震荡 我说他现阶段 要一个推升卖动 真的是有他相对的难度 看到大盘的一个周线图了 特别今天我印象 今天11月19号 好这大盘的周线图 这边推完这2416 建历史高点以后 这个拉回来 4754.1962 我说这个大概就是VIPO反弹 那弹到最后段的时候 差不多开始 其实他你会发现 最近这几个礼拜 其实他是在大幅震荡洗盘 其实在大幅震荡洗盘 这一般就是变盘的前兆 变盘转折的转向的前兆 怎么说了 你看他开始推荡到这个地方 这边大涨两根周线 然后又大跌两根周线 有没有 之前有没有 就一个穿插 一个行进间的拉回 就又有没有 好那这个是一路的 就只跌然后就往上 这个地方他是在大幅震荡 两根大红K 差不多这大红K 这两根加起来 这个是两根加起来 1480点 23713两根 22231 这两小根 这周线 这两小根是1480点 这个是1480点的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地方 两根上去 两根下来 一个大红棒上去 这一根都超过 这一两千点 这一根又上去 有没有 然后这一根又下来 这就有没有 大涨大跌 然后大涨两根 大涨两根 然后大涨一根 大涨一根 这种比较标准 它是一个大幅在震荡洗盘 这种震荡洗盘 常常啊 常常都是准备怎么样 变盘转向的前兆 旧的认知啊 旧的认知啊 常常都会是一个 变盘转向的前兆 好 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 好 那是我们以周线的一个角度 来看这个盘制结构 当然你短线这个地方说 我说出现一个西枝的反弹 也是怎么样 合情合理 好 重点是谈到一个满足区之后 那个地方 就是要多空表态的关键时刻了 好 那个地方就是要多空表态的关键时刻了 瞬一瞬间 瞬一瞬间 好 那当然现阶段的话 当然我们还是一样都一直在 做多个股比较多了 做多个股 有一些空的个股 也大概该补雷都把它获利补掉了 那个也都撞不少 好 接下来就是我说呢 如果西之二结束 那个西之三 我们才会全面去布局空单 你这一段期间 其实你看大盘 其实你比较长线来看 还是都是在相对高 比较位阶的地方 虽然说前一阵子跌了 这一段 大概在这一段下 他相对从这1966上来 整个中线来看 这里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地方 可是我说很多中小新个股 早就跌了西域花拉了 有没有 那个跌的是不像话 你看这个1799 我举个例 这种是跌的不像话 233剩下63 有没有 这种一堆 这种股票是一堆 245剩114 这种股票一堆 2351的顺德 这也都是 以前都基欧股 170剩下 有没有 100块不到 那是这样的个股 其实一大堆 你不要以为说 很多个股好像都涨 没有那回事情 大部分的个股 是大幅度在拉回修正 而且那幅度只大 你不会感觉到说 大盘怎么好像 还撑在相对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还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早就提醒你 我说之前很多 其实很多中小型个股 已经都轮流在做头 从工具机的一个族群开始 然后半导体设备概念股开始 然后到机器人 到最近的一个什么 细光子 都已经轮流在做头 当然做头时间有长有短 可是你要注意 它已经几乎就见高点了 那种在于操作 其实有它相对的奉献 这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一直提醒你 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 那当然是我们刚刚像说 这个246这种 这种早就几百年前就见高点了 早就几百年前就见高点了 有没有 对不对 这种东西 跟大盘涨翻天跟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个股表现差异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所以我其实一直苦口薄心 昨天我的节目下面观众的留言 其实我说我们的节目 24小时在我们的节目下方 那个留言功能都是24小时开放的 都是24小时开放 我们在这边分析行情 在那边解说行情 怎么样 你看了以后也不怕你验证 也不怕你验证 大部分老师的留言功能 全部几乎都关掉的 你自己去看 他们的YouTube ToBe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那个电视节目 有没有 那个影片的下方的留言 几乎都是关闭此功能的 我们没有 我们24小时开放 我们的留言24小时开放 这昨天的 10月18昨天的节目 这个观众他说 不好意思 我没有把他名字 这个 我应该把他名字 等下来 我把他把他名字画掉 要搁搁搁 不然这样抱歉 应该看不出了 这个代号没关系 这下面有一个名字 这样没想到 没想到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它搁掉 先看这个 他说他看了那么多台的节目 除了我们 有没有 黄老师 不断的提示风险 其他投资就一直喊 Q4忘记行情 一直做多一句话 还在那边 捞捞捞地捞地捞捞捞大白沙 尤其是昨天的磐石就很明显 对不对 好 这个 下面 我说他 黄老师 一直苦口薄心的 提醒个股 很多都在做头 我说一直 有顺序的伦理 哪一族 开始开始 有风险 像这样的话 我们还是一样 我说个股做多 还是怎么样 一样 我们还是可以挑到 做多的个股 有没有 我说你要真的要很精选 很慎选 零星点火 都说零星点火 你不能说 今天很多涨停板 你挑那些 不是那些 有时跌翻了 有时跌翻 你赔翻了 那今天才一个跌升反弹 那个涨停一点用都没有 一点用都没有 就突征悲哀而已 你懂意思吗 要持续往上 确实赚到钱了 才有用 有没有 来自大盘的部分 头发自大盘的部分 所以现在的结构 当然 那个关键时刻表态 时机还没有到 时机还没到 还没到 先就不用那么急躁 可是我只是先预告 我先预告 我说接下来 这个到底西之二 找空点 还是说怎么样 所谓的Q4行情 要大启动 要全力找买点 关键就在这边 头发关键就在这边 好 那我们来追踪一些个股 所以我们近期选的个股 我说真的是精选胜选 首先大盘 重挫 一路的重挫到一个 几乎昨天是破底拉回最低 对不对 昨天 我说我们昨天那个重挫 连续这样子重挫下来 我们的个股还是 百分百逆势 都是收红 还是百分百逆势收红 但我们股票不多 百分百 听起来很多个股 没有 因为近期我们本来就跟你说 持股真的要精简 要精简 那你看看这个金宝 我说这种大型股 你每次一过高去追就会短套 你拉回来买都会赚钱 有没有 有没有过高了吗 有没有 28.75过了没有 过了嘛 昨天 前天啊 29.35 涨停板过高了 那你涨停板又一队出去 他昨天又大幅拉回来 有没有 这上礼拜五 你涨停板出去 昨天礼拜一又大幅拉回来 今天他又过高 又涨了7%多 2312金宝 有没有 你看啦 昨天这个黑棒很大根 这边比较 昨天这个黑棒很大根 前天那礼拜五 上礼拜五 攻到涨停 对不对 那昨天又一个大下来 那个五六% 不止哦 有没有 你追去 今天又上来 又过高拉297 我说他还是会持续过高 不会说那闪一下 2935就不见了 高点第五波 就这样一点点不会 可是你要买它吗 不是 你拉回来才可以买它 你拉回来买它 对 今天又赚了 对不对 又涨了7%多了嘛 今天又过了 297 对不对 好这个第五波 应该还能够持续在运行 就这么简单 那你买这个 我事实上是赚钱的 是赚钱的 我说双宝出击 所向无敌 金宝以外 还有泰金宝 还有泰金宝 有没有 这个地方上来 也是啊 这次比较低价 可是这个量也都很大了 上礼拜 开始大涨 快涨停 7.54 那昨天 昨天也是大盘重挫 人家它也涨了 5.7 今天又再创高 今天涨了8% 今天11月19 连续性的 7.88 今天又再创 还没有过7.97 可是我们还是主张它会过 我们还是主张它会过 有没有 今天来到7.88 对不对 7.88 也是大涨 连续性的大涨上来 不是大盘拉回来 打到跌停 然后今天又上来 没有 它是持续性的大涨上来 持续性的大涨上来 让你做做骨骼 才是真正获利 你不是套了一屁股 然后今天涨停板 没有用 昨天跌了的话 老师要安慰你 因为大盘很不好 很多都跌停 所以我们的跌 也是理所当然 不是这个样子 我说你硬要做多 就是要精挑细学 不然你就不要 宁愿空手 宁愿空手 你看今天的涨停板的 对不对 你说这4956光宏 今天也涨停了 可是你这一段 你要先赔 你要先赔再说 6134的万讯 也是 你看这一段跌多大段 今天又 公道也是大涨 有没有 2399的硬 也是一样 你这一段都要 先赔了一屁股再说 先赔了一屁股再说 那你这个8996高利坚 又涨停板 又怎么样 从这个地方 400多块 一路跌到剩292 有没有 才反弹而已 才反弹而已 了解意思吗 所以你新这段选股 我说要格外省慎 小心重点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来 那保存这个 当然这是比较缓 缓步攻堅的个股 我说鞋业在复苏 这个游牧共睹 这我就不再赘述 他应该还能够持续推 这9904保存 那比较有成长性的是这一档 一样鞋业 制止鞋业 尤其是在运动鞋跟休闲鞋部分 尤其是足球鞋 6768的自强K 上礼拜五打到跌停 132.5 一般你这种跌停 不会有人跟你分析 那天上礼拜五打到跌停 这个跌停 132.5是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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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礼拜五 那这跌停 你要怎么观察 因为我说他这个还持续来推动 而且从97.9上来 这一组应该是同一个卖动 那同一个卖动 你就先抓这一组就好了 123 152.5其实建高 AB穿头156.5 那天涨停 拉回来132.5 这个应该就是很标准的 AB穿头C破底的一个 第四波的整理形态 那当然我们就期待有个第五波过高 这是12345波 这是同一组卖动 所以你看像这种 这一天上礼拜有跌停 如果全世界 全市场有人在分析自强KY 大概我不会相信的 不可能 不可能会去跟你分析什么自强KY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投资机会 所以我们拿来跟你做解析 那事实 那个132.5就是拉回的最低 就是拉回的最低 有没有 上礼拜五 然后跌停 那后来都拉上139 然后昨天又同样143.5 涨了4%多 今天 昨天 昨天就逆市涨了 昨天大盘不好 人家他有没有 前天跌停 他昨天 这不是上礼拜一 这是礼拜五 就交易日是隔天而已 礼拜五 跌停 昨天就143.5 就涨了4%多 昨天是大盘又中错破底 今天也来149 今天又涨了6%多了 今天 那这个是扎扎扎扎扎扎扎上来的 对不对 那我说你拉回找他买点 对不对 今天也不错 149 6.42% 6768的一个自抢K 我们都期待 它是一个持续上来的 持续一个涨势上来 它是一个推升卖动 其实这个结构你自己看 这个推升卖动就是相当漂亮 就是相当漂亮 有没有 它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推升卖动 推升卖动 你就是注意它 完整结构出现没有 没有出现以前 你就是注意它拉回的买点 就这么简单 那当然没有结束 就是持续还有机会 还有往上再什么 再过高一段又一段的一个推升 这6768的自抢K 对 678的自抢K 好 那你英邦也是那一天上礼拜 也是拉回来352 我说这也是 这个卖动大概三支 1234 也是要往上走 昨天就公到369.5 昨天就公到369.5 有没有那天是352 这3693的英邦 那这个结构 其实它已经在底部 整理了很久一段时间了 有没有 它这个整个长线日线 它已经在那边打底整理很多 这边301 308 308 有一个301 这308 308 然后开始拉上来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就持续 它有机会持续反弹 因为以往目前的一个 整个营运动能 确实呢 EPS慢慢的有出来 比较回归之前的一个水准 那你自然股价 你要还他公到 你股价你要还他公到 那环绕公道从这个地方开始呢 从底部 细微波应该有机会 就是有一个推升卖动出来 细微波 我讲的是细微波的卖动 因为我们现这段的一个选股呢 稍微呢 把它稍微把它 拉稍微短一点点的一个操作 因为毕竟这个地方了 面临到有机会 是不是一个西之二波了 你要看一个很长线的结构呢 当然我们有选出一档很长线的 那个是所谓的零行底的个股 那个威力无穷 可是现在确实还在整理 不要急 不要急 这个我会各集会 我都会一起带你来布局 那个零行底的个股呢 怎么样 威力无穷 威力无穷 可是那个切入的台名呢 要精准要漂亮 才可以赚到大钱 才可以赚到大钱 来这个硬帮嘛 对不对 那省准了 有没有 这个地方是不是落底 有像ABC波C 12345波嘛 小A小B这个小C就往上走 从139上 对不对 那我们那天买160呢 最高到193 今天也是 它拉回一两天 然后又进入冲 又涨到7-8多 也是到193 358的省准 股票不要多 你这个股票现在是涨这样 是不是相对比较强势的 这段期间大盘都在拉回 特别你自己相对应那个时间 有没有 这段期间的大盘是涨这样 大部分就是这一段都在拉回 可是省准是在往上走 所以这重点就是差别在哪里 在选股 而且我们的选股是很精简的 不是说选了买了一大堆一个股 然后就挑这几长 涨得不错的来来跟你讲 没有 我刚刚讲的这些 几乎就是我们说 所有各级会员加加总 几乎所有的股票 我都讲光了 我没有 我没有了 你懂我意思吗 没有其他个股了 几乎都讲光了 还有还没讲完的 因为这个讲到这里 省准 还没讲完 还有这个今天才买的 这个是美食的 这个还在 老师你美食 你不讲没有 还在 我刚刚是这个节目 是还讲到一半而已 我说我讲的大概 我们全部都讲光光了 都讲光了 没有了 各级会员 他说各级会员不是只有一级会员 老师你一级会员买那么多 买五六档股票 没有了 加加总总就这些而已 你说金不金简 你的老师带你买几两个股 你自己看 你的老师现阶段 带你买多少个股 是不是一天都去追高杀地 追高杀地 对不对 你现阶段就精选持股 要更精简 我从头到尾刚刚讲这样几档 从刚刚的金 金宝 太金宝 这样两档 对不对 然后志强KY三档 三档以后 盈邦四档 四档 然后神准五档 宝城六档 六档 六档在美食就七档 在这个八档 八档 还有一档8089的一个 康权电讯 总共九档 总共九档 不好意思 我记得 九档 可是这个8089的电讯 我说它怎么样 大好大败 我们会持续观察 会持续观察当中 8089 这我讲了 今天我没有带来 8089的康权电讯 可是在结构上 就是你看 它这个结构是长这样 就是目前 目前推了一二三段 如果说这个地方震荡一下 应该有一个第五段 就算它那个营收 就是说它整个是故意冠一道二三季来的话 应该还有机会还有这一段 可是那有这一段的话 照理说以它的营运动能 早就这股票应该早就应该 我们讲坦白话 我讲很多次的 要标翻天才对 竟然没标 那没标我们当然要特别注意 它的一个变化 就这一档 那也还好 这个也都还在获利序报当中 这个先不管它 对不对 那没没食物我就不再赘述了 这没食 就是你看它249这边上来应该有机会有个 就第三小坡 最高是到294.5 1795美食 我们先看一下 其实这个结构还是相对比较漂亮的 就从这个地方 它现在目前推到最高294.5 稍微小幅度震荡一下 结构还很漂亮 今天也是又涨上来了 今天也是又涨上来了 这1795的美食 我们来看这一档新股票 这个就是属于比较形势比人强的个股 这种个股 这种个股 因为其实它已经涨高 可是这种涨高不是说 我一直强调 不是因为涨高就不会涨 结构要完整 那结构完整的过程 你要注意它整理的过程 是不是相对强势的整理 如果拉回真的幅度很大的那种整理 有时候那个上升轨道就会被破掉 那可能要再推 最后一段可能就不容易 好我有举了很多例子 对不对 那像这个就不一样 这个结构其实它整个在这边 恒台震荡整理还相对很高 整个还是强势整理 那这边有一组 这边有一组 一二三四五波 很标准 这一组完了以后它整理 第四波第二波 第四波整理本来就时间比较久 那这个其实有机会是有第五波过高的 我们就纯粹就操作它第五波过高 就这么简单 这种是比较属于形式比人强的个股 短线它会比较强势的结构 这种个股会短线会比较强势的结构 可是你也会操作 要懂得赶上车 你要懂得赶下车 这是这样的个股 从头到尾加加总总就这样九档个股 分配给五种会员 分配给五种会员 我讲的是你尊重会员 特别会员 普通会员 我还有一个双股会员 对不对 另外还有一个清代的会员 就五种会员 总共加加总总就九档个股而已 持股经不起 大部分一种会员都两 大概两档而已 大概两档而已 最多大概就三档个股 持股是很精简的 我们也确实落实 我们跟你谈这个地方 本来持股你就要精简 就要精简 当你说大盘 自西施二反弹上去 那当然你精简以后再来 这个什么 那个整个动作就好处理 对不对 如果说真的有个Q四郎 整个真的能够推升出去 我一直认为说 那个是比较不容易发生 真的发生了 你在全力操作也都来得及 因为个股很多现在是跌到很下面 你懂我意思吗 我如果说他真的也从这地方开始要发动 我这边开始买 比很多老师买在套在很高的地方 强多了 强太多了 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在整个操作的过程逻辑 整个节奏你要踩对 才是真的赢家 输赢一瞬间 输赢一瞬间很重要 接下来整个西施二上来到一个关键价区的时候 务必要做对动作 我们最值得让你参考 就整个大盘的一个转折 整个在最适当的时刻 带你做最正确的动作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那个是输赢一瞬间 而且关系到接下来可能 一超过半年的一个操作 你认同理念 也欢迎跟上我们脚步 下一步的动作相当相当的重要 那我说的所谓的菱形底就是这个 我再赶快举个例子 我说菱形底威力无穷 像一把弓有没有 最高最低 这个是基本动作 最高最低 这个弓把旋拉开 然后喷出去 那种是威力无穷 你自己看 这种菱形底后来的发展 这个很久 这十年前的台药 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不要误会 喷出去就在这里 这个地方 菱形在这里 喷出去 后来喷到这里好小 喷到这里很小 有没有 一路喷 有没有 那像这种是 短线的 喷出去至少都还有三倍 六块十八块 有没有 这种金豪哥在这里有个菱形底 二十三到二一三 那个一射出去不得了 那一把剑射出去不得了 有没有 这个是月线的 银帮月线菱形底 是在二十三块这里 跑到六百多块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说我近期也是找到 有一档菱形底 可是它现在还在 出生段已经出去了 我要等它第二波拉回 那个整理时间可能 以我看它的一个结构 它拉回幅度不会深 可是时间波会拉比较长 比较久 就我的经验 所以你也不要问我 各级会员你也不用去问我 我在最关键的时刻 我就会带你一起来布局 这两股票我也说过 各级会员我都会一起带进场 各级会员我都会一起带进场去布局 因为它会属于是一个比较长线结构的个股 你认同里面的你跟上脚步来 好不好跟上脚步来 来我们来看到一些聊天室的部分 回答一些观众的问题 OK 还有吗 没有了 要 要这半月我都要出啊 这种股票你还买啊 这个要你看 高利我刚刚讲过了 302901 来我们先看这两三只 这种股票很危险啊 这种股票很危险啊 这种一波到底完 它现在做头已经 做头大概做了也快两个月哦 这两个月在那边骗来骗去 骗你进去骗 最后一个高还过高 这个是我说最受伤 这种最后一个过高 完了就击杀下来 跑了跑不掉 然后跑下来以后 它就上不去了 就黏住了 黏住了感觉跌幅不大 然后你也觉得还好 可是大概差不多 又突然又一个下 下一个要黏住 这种很恐怖啊 这种我确定你就是 尽快换股操作 就这么简单 就是尽快换股操作 3029的一个01 这种结构呢 以它的一个营运动能来看 这个地方可能还需要再一个整理 也就是说这个拉回 这个反弹应该是属于VIPO反弹 整理时间可能还不够 还不够好 来 老师好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每天看你节目 3706的神达 60分K来看 是不是在走三支五波 我们看一下3706的神达 这是近期超强势的 这个结构还延迟过早 因为其实它目前看来 整理时间都没有很久 只有这一段 只有这一段 你如果太早把它定位阶 会延迟过早 之前有人有问过 我说这种 它说它的一个停力点 到哪个地方 我说它都根本就没有出现 一个整理形态 然后你拉回 你看它又往上攻又过高了 有没有 你就先报 到目前是也看不出来 我们讲坦白话 不是说给你乱猜 大约到哪里 大约到我们不会这样子做 我们上次他有人问我说 你这个结构 我都没有看到一个平台 你就先续报无所谓 对不对 那现阶段你看 这个结构目前是 这个比较 就是说整理时间比较久 那你当然说 现在一二三四五波到这里 然后现在另外一个推一个脉动 言之过早 通过这种细微脉动 你这样不可以 这样太草率去定位阶 这个还需要好观察 就是说你现阶段 当然你如果获利获利就先续报 对不对 那你刚刚讲的那个说 他现在是不是在三之五波 三之五波里面走 能不能 三之五波不是这一段 你就把这里也当成一波了 对不对 不过这种也是没有量 有时候它是从这里启动 这边一段 那你这边一段这边一段 这一段的话 那就大中小 如果这个高点再一点点就下来 你就要小心 它是大中小 你懂意思吗 这一段你大概我认为 你都不要去看它啦 这边一组啦 这边一组 这边一组啦 懂意思吗 好大中小的结构 你反而要注意啦 你反而要注意 这个是3706的一个神达 5243的乙胜 1449加合会不会再 来 5243的乙胜 其实它营运动能 当然说Tesla最近的一个 相关的概念股还不错 可是这个你看 那这里有一个 要去 从这里要推出去攻高 另外卖动 我个人认为其实机会也没那么高 机会也没那么高 就是一个它整体是一个反弹结构 它整体这个地方 有没有它整体是一个 类似一个VC波的反弹结构 VC波反弹结构 好 1449加合 这种结构 当然这个转折 因为像这个拉回的一个整个 就是拉回的结构 已经比这里大很多 所以这个转折你不要看它了 它这是一组迈动 那一组迈动 你说能不能再推出去过另外一组 当然这个要观察 你说马上问我 它能不能过高 这我没办法回答你 我没办法回答 只是说我们看 这个转折 因为之前 我们是想操作这一档 它是这样有一个转折上来 其实这个地方马上 我说这个时间不能停很久 很快就要出去 才会同一个迈动 它既然也来重叠 因为它整理的时间 跟这里比较长多了 所以它这个结构的话 你这种就是 你要把它视为同一组迈动 同一组迈动 它是一组推动 看能不能推另外一组 是这样的架构而已 好 4160的训练 6213的连帽 来 416的训练 都是在盘叠啦 这很危险 整个盘叠量能都缩了 今天剩64张 每天都几十张 这种有什么好做 可是这个地方是一万两千张 头发这种都永远 就不是永远 我讲的比较快一点 真的是就被套住了 为什么你自己看 头发你这个地方是几张 这个地方这一根量 这一根最大量 这一根刚刚好 这一张是一万两千多张的量 头发这股票才2.6亿 这股本才2.6亿 等于两万六千张的一个股票 这一天的成交量 有一万两千张 一万两千六百张 全部套住 全部套住 现在就腰斩了 腰斩以下 现在是腰斩了 有没有 腰斩了 现在破八字头 这种股票还是一样 你放越久 我认为还是没办法 他这种整个量能都不见了 懂意思吗 他这个人家都已经早就没有 结束了 结束了你知道吗 结束了你才去搞他 搞他你很多人就拉回 想要早买一点 就这一点点 还不是就像 这种股票不再操作 不要再操作 如果有的话 要我我一定会换股操作 就这么简单 再怎么舍不得 还是会把他舍得砍掉 换股操作 这是4160的训练基因 这提供给你做参考 提供给你 你不一定要听我的话 但是就我 刚刚说 如果是我 我半夜都会想 把他换股操作 因为他没有动能了 也很难表态 也很难有契机 我讲这样比较快 就这样比较快了 好 6213 6213年贸不容易 这个我一听到名字 我就知道了 这之前也是很多人问过 想要低档要 我说你看 到现在还在这里 这已经三个月前就有人问了 年贸有没有 可不可以抢反弹 我说你千万不要 这三个月他有没有动 单个半月到现在 这档股票 如果你是我长期观众的话 应该很多人在这里问年贸 应该很多人在问 可不可以抢反弹 我一直坚持你就不要 他不会动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事实现在三个半月过了 证明我们的看法又是对的 那股性的问题 而且他相对未及的问题 听到这一段的 应该不止一个人问 好几个人问 2613的年贸 有的你在帮我留言 不是留言 在聊天室把它加一加一 我看有没有人问 然后看有些是不是我的真实 就是长期的一个观众 这个年贸我解的恩赐了 应该很多人问 我来看一下 有没有人 你有看节目的 有看的 听到我分析年贸的加一一下 看有没有 有没有人听到 因为太多人问过 我一看有人问 我就知道说 那个不容易表态 不容易表态 好 其他的我们再看一下 年贸 然后首例来 1471首例 5871中株 1471的首例 这个反弹 可是这样的结构的反弹 无度都不会大 这个结构是这样 你仔细看 他这边有一个卖动 5波 这个很标准 这个也是送分题 这你自己看 5波完以后 他就一个类似 他一路性的反弹 都压在那个 就是 老师这个破了 破了 反弹好进程 可以逼破 这种结构 这边就会压力就来了 这个压力就会来了 这个是1471的首例 1471的首例 来 再来看一下 中株 这个比较大支 我看 等一下 有 那这些都是 我比较长期的观众 那个613连茂 太多人问了 有没有 太多人问了 那个我回答 三个半月前的回答 跟今天的回答 是一模一样 就是我们解盘 解盘就是 因为它是一个长线的趋势 一个长线的趋势 大概那个不太会动 它的股性也告诉我 它不会动 不会动就不会动 你不要想说 他跌很深 我还抢反弹 你自己看 你看它的一个 EP的数字 现在你70几块的话 是便宜还是贵 你自己去看清楚 不是因为它从高档跌下来 就很便宜 你看看它赚了多少钱 就这么简单 怎么就这么简单 刚才是哪里 中株 中株 来 中株 587的中株 来看这个 这个中株 就相对很弱势 这个有中株的也会比较麻烦 这里到底该砍不砍 就这样比较麻烦 选错股 牙就是这样 你没有在第一时间砍掉的话 就会面临到这样的窘况 来到了这个地方 到底我要该砍还是不该砍 会不会砍在阿呆股 然后砍完开始反弹 开始大涨特涨 还是说有一个比较像样的反弹 这就是周线 都不是周线 就你要看它日线 就会出现这种窘况 这个盘跌结构是比较明 这种结构你说要弹 真的是不容易 这种结构一出现 只要有强弹 你还是要站在卖房 短线来看 短线 它还是要去彻底 然后甚至要破下去 好 那你这个东西 像这种这种股票要 要确认之地 那个足底要足底很久很久 你空手绝对不要 想要这边抢盘谈 如果说这个底部 这个真的底 目前这个底部是119.5 如果说真的这个是底部见到了 你不用担心 过了三个月过了几个月 它还在这附近让你买 你不用急 你懂为什么不要急 不要急 这个结构的话 是比较弱势一个 类似一个大幅修正的一个架构出现 好 其他时间可能不太够了 我说你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你都可以在我们聊天室的来问问题 这个左下角有一个什么 左下角这个QR Code 你把它扫描按加入 是我们的Live粉丝团 是我们Live粉丝团 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上面去把它提问 记得要把它扫描按加入 我们每天也会分享一些 所谓的盘式解析附读解说 像我刚刚讲的那些个股 都在我们的什么 Live粉丝团里面都有附图解说给你 附图也给你 解说也给你 我们准备操作到哪一段 也都有跟你附图解析 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我们今天节目大概到这个地方 希望你喜欢节目分析的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帮忙按个赞 重点要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那今天节目大概到此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则